Mars火星 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网8日消息 Nars于卫星世界6月8日凌晨2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两项关于火星的重要发现 好奇号漫游车 在火星表面的沉寂言中 发现了有机分子 说明火星可能曾存在远古生命 好奇号也发现火星大气中 甲烟浓度存在季节变化 或与现在的火星生命有关 Nars于卫星虽然这些线索 未必是火星存在生命等必要证据 但新发现对未来火星表面和地下探索来说 无疑是个好兆头 与最新研究相关的两篇论文 发表于6月8日出版的科学杂志 远古有机分子现身 Nars于卫卫星 发现了有机分子 次次识别出的一些分子 包括栽分、粉、甲板、以及笔丸、 顶细等短列探 结果还显示 有机探的含量达百万分之十的数量级 甚至更多 越火星远时检测到的有机探的含量接近 约为此前在火星表面探测到的有机探含量的一百倍 有机分子由探 轻组成 可能还包含量 但和其他元素 虽然有机分子通常与生命有关 但也可以通过非食物过程产生 并非存在生命的必要指标 不管这些有机物是远古生命留下的记录 是生命的食物 一或没有生命也能存在 都能提供于火星环境和演练过程相关的化学线索 艾根布罗的台队科学杂志称 新发现表明 有机分子可以在可可的火星表面环境中保存数十一年 尽管火星表面现在并无一句 但要明确证据表明 在遥远的过去 火星气候实液太选 生命必不可少的成分在地表聚集 钙尔状机坑内的水壶 拥有生命所需的所有成分 包括化学构成分子与能源等 艾根布罗德说 火星表面暴露于宇宙辐射中 辐射和磁基性化学物质都会使用机物分解 此次能在火星移居时沉寂下来的沉寂岩顶端 5厘米处 发现远古有机分子 对我们来说是个好兆头 未来 我们将继续向下挖学 进一步揭开火星上有机分子的卢沙针面目 欧洲空间局的火星太空生物漫游车将向下身挖 一直挖到地下两米处 有可能挖到未经受严重太空辐射的岩石 那时随后发明了一种新的钻动方法 突然5月20日 好奇号用新方法成功钻出的第一个洞 直径1.6厘米 深渊5厘米 突然 澎湃新闻 据悉 为了识别出火星土壤中的有机物 好奇号对来自盖尔远时坑自处去遇的沉寂岩 尼岩进行了取样 这种泥盐由数十亿年前溺沙在古湖地人机而逐渐形成 颜式量品由SAM进行分析 SAM适用烤箱将量品加热到500摄氏度以上 是有机分子从粉末状的岩石中释放出来 SAM凑量了从泥盐量品中出来的小有机分子 不一争八的较大有机分子的碎片 艾根布罗德表示 绿轮胎中加住流可增加耐久度的一样 这些碎片也因为流的存在而更加稳定持久 研究人员称 2013年 人在盖尔罗基坑最深处的岩石中 检测到一些含氯有机分子 此次先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在火星原部 湖泊沉积物中发现的分子种类 也有助于掩饰这些分子 为何得以留存至今 大气中甲烂浓度季节性变化 在第二篇论文中 科学家描述了在大约三个火星年 约六个地球年中 火星大气层中甲烂浓度的季节变化 好其靠的火星药品分析仪 也检测到这种变化 但科学家不能排除甲烂原科生物的可能性 此前 科学家已经在火星大气中发现过大量的 一群状吞流形式存在的甲烂 但此次先发现表明 盖尔状基科内总含的少量甲烂 其浓度会在温暖的夏季月 会反复出现峰值 并在冬季下降 年年如此 该论文主要作者 噴气推进实验室的克里斯维伯斯特说 这是我们首次看到甲烂故事中出现重复的桥段 这要得益于好奇好的长寿 使我们能看到这一季节性变化规律 火星大气中的甲烂一直是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甲烂无法长时间留存在大气中 既然火星大气中始终存在甲烂 就说明一定存在持续不断的甲烂来源 考虑到了地球上甲烂与生物之间的联系 科学家必须解开这个火星谜团 为未来火星探索奠定基础 此次炮击浩漫油车 在火星大气中发现甲烂 在火星地表发现骨带炭 让科学家们的信心大增 他们相信NASA的火星2020 MARF 2020漫油车和Examoners漫油车 还将在火星表明和浅层地表中发现更多有机物 NASA核武空局军计划在2020年左右 再发射火星车 主要任务是确定火星环境的可居住性 寻找过去生命的迹象等 Examoners漫油车将于2020年7月发售上空 届时火星车将到火星表面以下两米深处 寻找古老的甚至现在仍然存在的微生物 这些结果也有助科学家借一步理清 火星是否存在生命这一年期 NASA火星探测项目首席科学家 麦克尔·麦耶说 火星上存在生命吗 我们不知道 但这些结果告诉我们 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NASA科学任务理事会副会长 托马斯再不成说 火星借助这些有机分子和甲娃 告诉我们要继续进行 不断寻找生命的证据 我相信 我们正在进行的和计划中的任务 将在红色星球上 获得更激动人心的发现 识别以下二维码 关注中国科普网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